艺术家赵佩莹受邀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各展 将实体的物品用素描临摹两者摆放在一起 让人看不出是画还是物品 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创作展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艺术家赵佩莹今年8月份受吉安湘公所邀请在浩克艺术村举办各展 她把实体的物品用素描临摹再把两者放在一起 让人吩咐出到底是画还是物品 因为我本身念的是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这样子还是西画的背景 对 所以等于说从第一个一开始的写生系列 就是风景写生系列 然后一直转变到比较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 然后中间转变的过程可能经历了素描的转变 然后再回到油画 那经历素描的转变就是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这一套 就是素描练习系列 然后之后呢 回到油画它就呈现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比较多媒材的表现 然后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跟一般的绘画不一样 就是我把被绘物跟画的作品一起并置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看法 那到了我的三件衣物系列油画就会回来了 那时候就会有衣物 然后跟素描还有一件是油画 然后三件衣物系列也呈现了一个生命的书写 赵佩莹的各展区分为三个主题和展区 鲜艳的色彩简单的线条 却带给人非常清新又鲜明的感受 展期只有到八月底 会让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介续会吉安相报道